北京市区乡镇梁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于11月15日投票结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票失职 这次换届选举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又指选举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发扬民主 严格依法办事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对此 湖北独立参选人吴立娟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就在当天 民生观察工作室发布了一份报告 只随着换届选举的展开 全国各地却不断传出独立参选人及其团队受到打压的消息 截至目前为止 至少有109位独立参选人和参与助选的公民 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林采访报道